有个处伯问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怎么醒花 我的天哪 这个醒花呢 一般是出现在鲜花上面 就什么叫鲜花呢 就是我们比方说 我这个就很好 然后剪下来 然后你们擦到水瓶里面去欣赏 那种东西 鲜花是需要醒一醒 但是呢 你醒又不行 这个无所谓 你擦水瓶里边 该露叶子该修剪的 这种窃口的 你好像对了这个盆花上面 醒花 不需要 不需要你们想象的那种醒 我跟大家说几个季节吧 春天 秋天 冬天 你就正常养护 它除了夏天 夏季高温的时候 你要放到一个 就是通风 就是咱们人 待着很舒服的地方 你比方说夏天的时候 你看那些个公园里边 有一些大爷大妈之类的 他们会找什么树荫底下 通风的地方 凉快的地方 那夏季 你要放到那些个地方 其余的季节 好像都不怎么用醒花 冬天冬天你就放到你室内就OK了 有话说我室内比室外都冷 那那不行 明白了吗 如果说收到的是一盆 我们这样的花 是吧 你像你买回去以后 你放到室内 你就不需要什么过度的醒 你如果说把握不住的时候 把它当成你 抱着这个花 你就在那待 待上一天 你自己感觉你在那舒不舒服 如果说你待得很舒服 你的花都没问题 如果说你嫌热了 它估计也会有一点点热 如果说你嫌冷了 它估计也会有一点点冷 明白了吗 如果说你在那觉得很闷 它也会很闷 听得懂吗 其实你把花当成人 它就很简单了 所谓的醒花 就像咱们广东的花友来到我们山东了 可能偶尔的一天坐车不舒服 有点晕 它需要一个 它自己待得很舒服的环境 待上一会儿 待上半天 你别着急 大量的施肥 大量的换盆 好家伙就给你女朋友 从广东刚来 你接着就开始折腾她 那不行 先让她休息一下 然后该吃饭吃饭 心情好了 你们该怎么着怎么着 植物也一个道理 懂了吗 其实醒花醒花 你还没睡醒吗 醒醒 臭宝 点关注了 我吃了花衣 眼花脆载衣 白了臭宝